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要介紹的角色是台版預計19號會登場的萬聖爆弓 SONY還沒發公告啦 但沒有意外的話應該是爆弓沒錯 至於超仔貓貓就明天再介紹 萬聖爆弓是常駐角色 後衛妨礙兼輸出 一技能中幅度提升自身物攻 持續12秒 並對前方物攻最高敵人造成中幅度物理傷害 如果目標處於混亂或魅惑狀態 則此傷害必爆 二技能 以前方物攻最高敵人為目標 小幅度降低TP並恢復自身TP 當目標處於混亂或魅惑狀態時 追加降低TP上升30的效果 持續24秒 當目標沒有處於混亂或魅惑狀態時 追加束縛2.5秒 EX技能是開戰時提升自身物攻 最後是UB 對前方物攻最高的敵人造成大幅度物理傷害 當目標處於混亂或魅惑狀態時 增加造成的傷害 當目標沒有處於混亂或魅惑狀態時 追加魅惑5秒鐘的效果 萬聖爆弓的技能施放順序是開場2技CTP並束縛 之後再1技扁人 後續循環我就打在畫面上啦 萬聖爆弓看起來就是一個比較偏向競技場的角色 競技場角色會先從開場第一個動作開始看 萬聖爆弓的2技看起來效果還不錯 會吸TP 會束縛 也加入髒髒俠的綁起來吸的行列裡了 現在月光學院的角色不是會吸TP就是會魅惑 只能說老師教的好 讚 接著我們就來看看這個2技生效的速度快不快 有沒有辦法阻止對面物攻最高角色移動後的UB呢? 對面角色我隨便放 先放個經典的雙充妹弓好了 而我方則是把萬聖爆弓放在3號位 試試看他能不能斷到妹弓 開場就看到爆弓的愛心在那邊慢慢飄 飄啊飄啊的 剛飄到酒鬼身邊 妹弓就UB了 爆弓大失敗 好了 酒鬼太快了 那把酒鬼拿走 換成用泳裝咲戀補TP的妹弓試試看 泳裝咲戀補TP這麼慢 跟物龜差不多了 這次總算能斷到了吧 答案是 不行 妹弓還是1分25秒放出UB 爆弓再次失敗 所以想要靠爆弓開場2技去阻止對面移動後UB是不太現實的 好啦 知道他愛心飛有攻慢之後 我們來看競技場實戰吧 現在畫面上這隊防守隊是我在3V3遇到對面擺的隊伍 立馬美東松鼠妹弓優妮 而目前想要讓爆弓UB穩定配合到魅惑或混亂 基本上就是雙充老師配爆弓 四個角色都綁死 然後最後一個角色 看情況放 開場1分25秒 老師魅惑 1分21秒 還在魅惑狀態中的魅弓被爆弓一發帶走 傷害48000 之後1分08秒 爆弓UB打在沒有魅惑的美東身上 14000 超癢 45秒 爆弓UB又打在沒有魅惑的美東身上 將近9000傷害 之後一路打到21秒 終於艱難的獲得勝利 爆弓最大問題就是他的傷害超癢 爆弓UB的係數在沒有魅惑的情況下是1點物攻提升3點傷害 有魅惑的情況下是1點物攻提升6點傷害 作為比較 六星吉塔UB係數7點5 六星亞麗莎9點4 六星狗圈14點4 好了 我知道說到這邊 大概又要有五星角色不能跟六星角色比較的人要跳出來了 萬聖爆弓是最多五星的角色欸 怎麼能跟六星角色做比較呢? 我講這個主要是讓你們大概知道萬聖爆弓UB傷害大概在哪個程度 他身為五星角色 物攻數值就先輸六星角色一大截了 UB係數還低六星角色很多 那最後傷害出來肯定是慘不忍睹 我覺得最值得吐槽的是 稍早那一場 整場魅惑有搭配到爆弓UB好像只有1到2次 在競技場要達成這個COMBO可以說是非常困難 從平衡性來說 這麼困難的COMBO 我覺得UB係數就算給個20也不至於會過強 主要因為這個是單體攻擊 你一次最多就射掉一隻 射完一隻 後面還有四隻角色等著你處理呢 萬聖爆弓這個低傷害問題導致他只能欺負那種防禦很低的角色 像是妹弓 妮諾那些的 但要處理妹弓跟妮諾 我幹嘛不用範圍傷害角色 範圍傷害角色一樣 一發UB處理掉妹弓跟妮諾 還可以順便扁其他人 想靠爆弓的話 只要遇到防禦稍微高一點的角色或是坦克 就很容易打到超時 萬聖爆弓跟老師這兩位叔叔都很癢 而且我看來看去 目前的防守隊伍 通常很兇的防守隊大部分都會有不止一隻很兇的角色 射掉一隻以後 還會有其他高威脅性角色 如果高威脅性角色只有一隻 那就代表剩下的都是硬到爆角色 那爆弓也是打不動 就變成爆弓想要打兇88隊伍也很難發揮 打坦克隊伍更難發揮 非常尷尬 另外 物理攻擊力最高還有一個很值得吐槽的問題 不過這個不是萬聖爆弓的錯啦 現在畫面上這張圖 這個組合是我在EV群組看到有人放的 莉馬 酒鬼 橘框 莫妮卡 綠框 必以真步 請問這個防守組合誰的物攻最高呢?給你們5秒鐘想一下 好啦 公布正確答案 答案是不一定 這兩位角色物攻差不多 如果是升好升滿升到爆 必會比較高一點點 但如果有人裝備少穿或是專武沒升滿就不一定了 現在畫面上這隻B最新的武器沒有穿 物攻比莫妮卡低500 但只要把這個武器裝上去 強化滿那就是B比較高 誰物攻最高除了要備以外 就算你有心想備 你還是不知道對面是什麼練度 畢竟目前的競技場機制只能看到對手的等級 不能看到對方的物攻數值 所以如果你想要靠萬聖爆弓開場秒一個 有可能會秒錯人 就很蠢 好啦 經過一陣吐槽以後 反正結論就是 萬聖爆弓沒什麼卵用 對所有玩家來說都有愛再抽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